第二位講者是蔡指掌 蔡指掌人稱REX 台灣登山界沒有人不知道REX 所以等一下他跟我們講一個題目呢 是以開放街譜資料跟開源技術 降低災難彌補事件的經驗分享 那REX本身他也會在開放街譜的社群 尤其是REX 待會也會跟大家分享 有關最近台灣有一些所謂的 三難搜救的一些新聞事件的一些影響 那我們現在先掌聲歡迎一下REX 謝謝大家 所以我今天大概會分享的東西是 大概從上一次創立後兩個這段時間之內 我今天作為一個自由軟體開發者 跟開放人工的開發者 我怎麼樣透過一些軟體技術 去來解決這個 目前在台灣的一些傷害民主的一些問題 這是我的一個背景鏡頭 就是本身我是一個典型的網路山友 是讓我網路社團出生的 然後我透過網路社團去找到我的山友 然後我去救團等等 那目前我在我已經混入了一些NGO的組織裡面 所以我主要是在商業政策監督聯盟 然後片附和摩斯阿山跟英雄潔衛的 這兩個組織裡面在做一些相關的政策的一些推廣 那看在做好像大部分都是台灣的朋友 所以我可能這邊就可以講比較快一點 所以在台灣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海島 就是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從海邊衝到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那在一體裡面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台灣其實在整個世界來看 它的一個獨特性是非常的特別的 像我們現在在這種園園 我們只要過幾個小山之後 就可以看到整個台北的墾丁 這個是從中原旁邊的一個像上這邊拍的一個照片 所以在台灣這邊其實有很多很好的自然環境可以去接觸 然後還有像這個是在雪山上面拍的一個 杜鹑花開的一個季節 那從台灣的這個中央商場來看 你可以看到這上面的這個小綠點 是在整個社群裡面所選出來的幾個百月 這邊有包含了大的傳統百月跟小百月 小百月是一個比較偏叫山的一些區域 你可以看到這些保月有部分是包含在一些中央商場 包含在國家公園裡面 那有一些是在比較靠近市區的地方 那台灣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我很喜歡說台灣是一個先進行之家 因為當作為一個山門 你總共感受到一個東西就是 好 颱風來了你就會看到 喔 那個趕快把你叫到山 那個山要封了 還有一個 道路斷了 好 封 不可以去 潘流來了 不可以去 下雪 不可以去 山上出現的台灣黑熊 不可以去 台灣黑熊重要優先 先封起來 不可以讓你過去 甚至連陽明山出現的有牛也不可以去喔 所以現在陽明山現在把他封起來 因為他要把那個布蘭炸下來 我覺得這個是在台灣整個 在台灣的政府在關於山區的時候 一個很獨特的地方就是 他們的預設行為會是去阻止人們進到一個區域去 那其實有很多東西是我覺得 可能可以用其他做法 例如說台灣在 例如說嘉明桃那邊出現的台灣黑熊 他在一個上屋出現 為什麼他會出現 因為那個地方大家的飲食習慣 大家上山之後喜歡吃的蠻豪華的 然後你就會 你的食物沒有保存好 所以當台灣黑熊發現 味道味道之後他就會滾 其實我們真正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教導人們怎麼樣去用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去管理你的食物 怎麼用熊蠻蠻的食物封立起來 怎麼樣去避免這個食物影響到台灣黑熊的生態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像道路維修 其實我的一個看法是 對山友來講 我們其實不太管這個山是不是 這裏花了多少資源去維護 大部分的重量之下 是這個山路有很多山友會自己去 他路過的時候他可能會帶一個繩索 然後發現這個地方繩索不太夠 他就補一條繩索然後射去維護他 他其實是一個自然自身的一個生態系統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 如果你今天把山路封起來的話 這條路越少人去使用 跟越少人去行走的時候 他很快的就會被自然回收回去 當這條路被越少使用的時候 他的危險性會相對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看 台灣政府作為一個先進國家 我們看到的一些缺點 那他其實是有一些 背後他會這麼做形式的理由存在 我們來看什麼理由 所以我們來看整個 目前在台灣山區的一些相關的法律規定 第一個是國安法 然後他是動員刊斷時期的法律 他是70年前的法律 他用來管的是那些北諜之類的 但是他到現在都還存在 那最近立法院有一個 在審議這個條款會在修改 所以之後可能會變成 就不需要再申請度刪徵 那第二個部分是地方政府的更善知識條例 前面這種條都是比較像是限制性的 他會限制去使用某一個道路 或會限制你去進入那個區域的人去治癒 後面三個 國家公園法、森林法、文治法、公共條例 這個都是比較偏向他想要去保護人為 對於那個自然的損害 後面這四條其實對三人來講 是比較可以理解的 前面這條就很奇怪 為什麼台灣政府要去限制 你去使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狀況 所以在目前台灣來講 其實有幾個地方政府都提供了這個 登山知識條例 他做了一些規定 他說你不可以改變登山活動的路線跟範圍 然後你必須要帶手機 你必須要有救命術 就是你作為一個領隊 不需要救命術 你要知道什麼 去做一些信配付出等等的功能 那你必須要去遵守他的規定 他其實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他要求你上山的時候必須要保險 否則他可以去用罰款去懲罰你 這個是台灣第一個由政府去限制你必須要保 所以你可能會說 不是還有什麼第三責任險嗎 開車的時候有保啊 第三責任險保的是其他人 你在路上造成其他人損害的時候 你去悲傷他 所以政府要求你把這個險 但是這個登山險的問題是在於說 我並沒有傷害到其他人 我傷害是我自己 我傷害如果出事的話 但是政府要求我去支付一定的保險機 去涵蓋他們所謂的一些可能的支出 那這個是目前在台灣 大概有五個縣市已經宣告的這次條例 中間中央山脈看起來吹動了對不對 那一塊大概是高雄的區域 不要急它很快就會功夫 所以目前的狀況是每一個縣市 都有一個支出條例 然後現在是等於把整個中央山脈都涵蓋起來 那為什麼他們會想要做這個事情 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其實台灣的山脈 是非常的脆弱的 在每一次的譬如說夏季之後 颱風之後他可能會有一些崩壞 或者是有一些人上山之後可能做的準備不夠 他會出了一些意外的事故 那這些事故我們來看 這個是從過去幾年來的一些狀況 這些事故其實相當的多 包含了像最前面幾年的台中花蓮 南口這裡的高山縣 其實它的人命救助的案件的次數都相當高 台北市是因為這邊才比較多 所以相對技術高人就多 所以這些事故是另外對消防員來講 他們本身的職責應該是說去預防火災或去救火 這些不同的山脈的事故 在目前的法規狀況之下 是必須要地方夏季來支持的 也就是說他原本的能力必須要 除了救我之外 除了去摘蜂蜀之外 你還得來幫忙山上的救難 那其中一個最早發起 這是條例就是台中市政府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台中市裡面其實有 他的第二大隊的轄區裡面 可以看到他涵蓋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山縣 以及他其實包含了 泰魯閣衛工員跟學霸工員 包含了一些包含 所以他其實是在一個大家會去的樂趣裡面 那如果我們來看台中消防募集的人力資源的話 你會發現他相對起來 他每一個消防員可以服務的市民 其實是相對是比較多的 相對來講他跟其他的都市比起來 能力是相對缺乏的 也就是說基本的原額數 跟他實際的原額數 其實已經有個落差了 他原本原額上要用來救火了 就不夠了的狀況之下 他還得去支持山域救難的一個工作 那所以他們為了要去支持這個山域的一個事件 他們在2014年之後成立了這個 專門在做山域搜救的一個編組 所以總共有40幾個人 那真正的問題是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對他們來講最大的困擾就是 有一些案件可能人上去之後 他可能醉了或者是他迷路了 他最後的狀況沒有人知道 他在山上不見了 可是沒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當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要派出一個小組到山上去搜索 一個小組可能會有3、4個人 一次搜索至少3到4天 你想想看在一個能力缺乏的狀況之下 你有3、4個人被抽走了 然後你現況下下來 一樣要維持原本的勤務 狀況之下對他們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消耗 對他們的能力來講是相當的損耗 所以他會希望可以盡可能避免這個事情 怎麼避免 最好的方法就是拔你錢 避免你去上山的時候 或者是去鼓勵你做好更好的準備 他就可以降低這個 在山上做搜索的這些資源 所以這是他們的一個思維 去限制人民們使用這個道路的機會的時候 就可以去降低我這個資源的一些消耗 那甚至台中市政府還發了一個有趣的 不是有趣 是一個對山友無名化的一個影片 然後他會去說這些山友都沒有做好 然後我要罰你87萬啊 你之類的 那其實真正的問題是說 我們在跟這些基層的消防在做接觸的時候 我會發現其實他們真正的問題是 他們已經處在一個長期過擾的狀態了 那我後面會再提一下 如果我們回來看到底這些山友們 對消防的一個狀況是什麼狀況 其實從過去的我們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申請進入高山的數相當的多 他逐年在成長 但是如果我們稍微去看那個出事的機率 其實他的機率不是特別高 在基數往上成長的狀態之下 相對的出事人也會多啊 所以其實並不是說山友們 他們的準備不夠充足 真正的問題是現況是 更多人想要去山上看山上的風景 爬山人多了 出意外的機會也會多 所以這個是過去幾年所看的一個爬山的比例 你可以看到其實他成長的速度非常快 81% 然後這些主要成長率 從8000多人長到15000多人次 然後這些區域都主要發生在台中、丹頭、花蓮 所以對這三個都市所產生的消防資源影響特別大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登上活動的高度增長 比上消防系統的有些資源 這個問題我們該怎麼解決 所以這個是消防員全醫協會 王紹成先生所寫的一個說 就是說 其實現況的狀況之下 是消防員普遍過 他們光是平常在福晉 待運的時間 可能就已經 讓他們睡眠平時不良 然後再加上你每次上山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連續的一個時間 你上山搜尋的時候 你並沒有下班時間 你上山就是那三天 你全部都在山上 必須要用你的人去搜索 所以對消防員來講 它是一個工作很大的事情 另外一點是 消防員平常所受的訓練 是去救火 他們的體力比較適合 在做一些衝刺的工作 我可以扛很多東西到火場 我可以很快地去執行一個任務 但是當你把這些消防員 用到山上的時候 他們很快就會發生抽筋的問題 或是高山症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們平常不是在山上所做訓練 他們的體力 他們的肌肉 並不是針對自從在山上行走的一個 所以他們的訓練 其實跟裝備都不太適合在山上行動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個是非常困擾的事情 那對我們山友來講 當一個地方政府提出一個地方知識條例的時候 會造成幾個問題 剛才我講過了 就是山路越少人使用的時候 相對性的風險越高 它越少人使用 你在山上出的問題 也比較少其他山友可以來幫助你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現在強制保護鄧山險 其實前陣子這裡面有一個案子 是它有一個業性山友 然後在山上下來之後 被罰了兩百多萬 兩百多萬都是航空器的費用 就是飛機 飛過去就罰的那個費用 結果理論上 這個鄧山險的目的應該是說 我去涵蓋如果出事的時候 所做的一些收救的一些支出 但是實務上是現在這個鄧山險不含航空器的 它不賠 所以它強迫了你保這個鄧山險 能夠賠到大概就是 你假受傷了 你去醫院看急診的時候 可以幫你看到這個 那如果你今天受到了 譬如說人家送植利商機救 或者去談一下的話 那可能就是不會賠 那另外一個狀況是 現在的鄧山險是超出預定下山時間 20小時以上 所以假設我是一個重手 如果我在中間 第二天我就出事情 你要等到 譬如說中間是7天 那在第二天走到一半你就出事情 你要等到7天過20小時後 這個東西才理賠 那中間這個黃金時間怎麼算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鄧山險的問題 所以現在整個配套措施感覺起來 並不是特別的充足 並不是特別充足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 對山友們最大的一個影響是 現在透過這個知識條例 它增加了一個罰款的懲罰 那這個東西會造成所謂的寒產效益 就是說今天如果我在假受傷了 我可能會盡可能的不去呼救 因為會有一些罰金 會有一些收救的費用產生 那我有可能會撐 山上的山友會撐 撐到 我試著看能不能撐下山 但是他在撐的這個過程中 我的食物不夠了 我的裝備不夠了 結果本來可是只能是叫受傷 後來變成高山症還是失溫的什麼 有可能會發生這種狀況 其實對大部分海外的一些收救當中來講 他們比較關注的是 我們怎麼樣用最少的資源最快的速度去救到這些人 而不是去禁止他們入山 好 所以我們會來看這整個登山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目前台灣的登山的人口數增加非常多 那我們來看看大概從這個經濟檔 可以分成幾個等級 大概是公公課啊 網路上的自救團啊 然後這些人 這些不同的等級 大概會反映出不一樣的一些危險控制 跟經驗的一些認知 那越上面可能自助團 或者是一些學術單位出來的一些山民 他們的技術的能力可能比較好 那如果是下面的公公課 他可能就付個錢跟一個外面的旅行團 他就上山了 他可能上座的準備不會那麼充足 那我們在開這整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會想要做的是怎麼樣去控制這些登山者 去做探險跟風險管理的一個能力 那怎麼樣來用科技的技術來解決 所以如果我們去看過去幾年來的一些山域事故的救助統計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最大的一個部分是明移度這件事情 明移度是一個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它是最大重的 也會消耗相當多的消耗資源 因為你必須找到那個人把它帶下來 而且它是一個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任何一個在山山喇動不應該發生的明度 因為你應該要有辦法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不應該發生 那我們怎麼解決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用OpenStreetMaker 這個是過去十年來在台灣的一個OpenStreetMaker的一個地圖 OSM是一個有點像Wikipedia 是由網路上的群眾自行去紀錄這整個的軌跡 然後把它畫出來的一個地圖 那透過這個OSM地圖可以看到 上面其實也有相當多的一些山頁的資料 所以上面有3000多個山頁的資訊 9000多公里的路徑 那在台灣這邊我們做一個計畫叫乳地圖 乳地圖是透過OpenStreetMaker 加上政府的一些等高線 數值地形圖 操作的等高線 然後以及一個地圖的樣式 是針對山友的需求 所重新設計的一個地圖樣式 那這個是台灣目前在使用乳地圖的一個手機震災社群的一個概況 那這個地圖它可以被用在很多地方 包含你在手機上面 你可以再用這兩個軟體去讀取這個地圖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傳到你的GAMI 你的專門的一個手持的微信定位 然後台灣也有一個山友做了一個所謂的月遊中 它後面也支持讀地圖的這個格式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台灣的用戶料大概 至少這個軟體就已經超過4萬次 然後也做了一些線下的一些軟體 去訓練一些可能一些比較資深 對科技技術比較不熟悉的人 那他們學會怎麼樣用手機來做地圖 然後這個是一個理性地圖的一個使用人數 所以其實現在過去看起來的使用人數大概是 它其實成長的速度非常快 這算是一個相當新的一個專案 大概也是兩年前成立 所以現在大概我估計使用量大概十幾萬人左右 那這些裡面其實有很多資料是來自於政府 所以包含了剛才我講的等高線圖 包含了我們講的裡面的一些水系 因為像一般道路的話 一般的登山者是可以透過手機跟GPS 去把那個路線、引入路線抓起來 但是水系我們沒有辦法做塑溪 探到每條水系的一個軟體的路徑 所以這樣的資料對我們的幫助非常的大 那透過這個OSM的一個資料庫跟這個資料 其實我們可以做到一個互通有無 通過一個授權的相容性 我來看一下後面的例子 這個是最近台北政府提的一個計畫 是台北大眾所 它是在鼓勵大家去走台北郊山 陽明山等等的一些山景 那他們的地圖是一個圖片 所以其實你正在山上使用的時候 不是很方便 因為你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那透過OSM 我們可以把這些圖揮進去 除了揮進去之後 我們也有注意到說 像台北市其實有很好的航拍圖 那另外一個就是台北市的地圖上面 也有山路 但是它的山路的準確度非常的低 但是OSM這邊有一個好處是 因為這些山路都是透過山友 自己去山上累積收集下來的 所以這些圖是其實是有機會 回饋給台北市政府來更新它的山上的路線 那如果台北市政府可以把防灘的影像 用香港的授權給我們的話 我們或許就可以建立一個很好的一個 回饋的一個體制 讓這整個制藥到開放社群 開放社群使用完之後 最佳化再回饋給政府來做 後續的第二次的使用 那在大眾路線的部分 我們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改變 主要是針對大眾路線跟進展路線 其實大眾路線是針對一般的觀光公者 他可能想要走的是有階梯 步路都很功耗的一個路面 另外一種進展路線是屬於山友 他可能走白遠 然後坐近有一些地方可能是比較容易迷路 或者是比較容易墜落的地方 我們透過地圖的一些顯示 可以去做一些限制 我們可以限制說 如果你今天只是觀光客 你可以只顯示出很安全簡易的路線 如果你是山友的話 你可以把所有的路線都顯示出來 包含的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難度比較高的一些重機上的路線 也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路徑不明確 跟有罪惡危險的時候的一個地圖 那透過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做到幾個事情 第一個是 這個是 所以用這個路線資訊 在登山的行程之中 可以做到兩個主要的工作 第一個是 你在行前做路線規劃之後 你可以用Orsense一個開放資料 你可以API 可以甚至做一些初期的導航 你可以知道你要做哪些路 透過地圖 你可以知道說有哪些地方 你可以撤退 你可以做戰友 你可以在上面搭帳篷 那在上山了之後 其實在手機上面 有一個蠻重要的功能 就是手機都可以幫你記錄你的軌跡 所以今天就算你上山了迷路了 它也會有一個所謂 我們假如說是保命的弧視線 因為它在記錄的時候會有條紅線 你可以循著你走上來的紅線 再混合進去 第二個功能是 你在事前做的一個路線設計 你可以把它的軌跡檔抓下來放在手機上 然後任何的山友都可以通過這個軌跡檔 去完成那一次的路線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掉對 或是說對那個山路的路況 你不是很熟悉的話 透過這樣的方法 你可以完成你的比較安全的 去走完這整個軌跡 好 那 所以我的提案是這樣 就是我們最近在做一些政策的推展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子科技的力量 至少踏出第一步 去降低山友們在選擇路線的一個難度 然後去降低它在山上使用這個地圖的一個門檻 另外是我們希望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可以用在一個登山的路過站上面 這個路過網站可以告訴它說 有哪一些路是適合怎麼樣的難易度的經驗去挑戰 另外會提示你說這條路上面有哪些常見的可能的問題 另外一個我們想要推的東西是 既然你一開始就必須要去規劃你這一趟的登山行程 我們希望可以做好的是把既然國安法已經要退場了 它會把這個路線生前其實退掉 正好出現空窗 我們需要有另外一個方法去追蹤每一個山友的一些路況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個開放的數據資料 以及開放的API 讓各個不同的路口網站 或者是手機的開發者 可以利用這些線程資料去建立有價值 比較好的一個生態系統 生態系統是什麼呢 是它可以把這個線程的軌跡檔跟路跟計畫 直接提報到一個中央檔位 所以我們會知道它可能在什麼地方要走到什麼地方 它可以在山上的時候有網路的地方去回報說 今天我完成了我的路線 我在哪一個營地上面休息呢 第二天我出發的時候我再做一次回報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技術的方法 我們可以比較容易地去提示使用者說 你在山上大概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這條路上面可能冬天要下雪你要帶冰爪 還是你要多帶什麼樣的行物 你要多帶雨衣等等 那這個是我們對於整個政策的一個期待 我們對於政策期待是這樣 就是我們希望第一個提升所謂的增山治癒 讓政府可以自己去提供這個增山計畫書 然後讓他們提高這個風險管理的能力 讓他們知道怎麼做武器處理 第一個部分是我們必須要避免所謂的大政府的制度 因為現在的狀況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存在一個貓寶湖 就是台灣政府必須要很距離去保護人民 很多人民會期待政府來保護它 他會希望整個路的建制是很完善然後很安全的 但是我們這邊的看法是說 我們希望政府是有限責任的 我們要限制平原山區的補陪責任 我們要去讓公部門去承擔所謂的憲法的社存權 然後讓超出這個基本社存權以外的這些收救需求 轉移到民進的單位來使用 然後再透過像保險這樣的機制去支持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政府可以繼續的 再去公開這些統計數據跟開放資料 因為像我剛才所提供的一些統計數據 在以往其實都沒有幫助 每一個機關之內也沒有互相互同 所以這件事情對於甚至政府機關本身也是非常重要 必須要有每一個部門不同的統計資料 之後我們才有辦法去分析出 這整個產業裡面所需要的資料是什麼 他們真正碰到的是什麼 因為每一個政府機關都有自己的一些本位的主義 消防機關只管我畫多少消防資源 國家公園人只能在care我 對於這個環境保護的程度到什麼地方 我想今天分享到整個操作的事情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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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